蜡新闻152 152 蜡新闻 欢迎收看今天8月17号的蜡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818倒数计时 这个决定香港跟中国关系的日子 北京他们释出了要快速评乱的讯息 会衍生出另外一个天安门事件吗 我们今天要好好的看香港人 他们不屈不挠的争取反送中后面的自由民主跟人权 而美国川普总统 他已经多次提出了他的看法 人民解放军会这样子大剌剌的进驻香港吗 而在台湾818也很关键 柯文哲的完美剧本 他的算盘会在818这一天出现一个 非常令国民党头疼的三人形吗 现在看起来似乎韩国瑜他的选情 在出现崩盘的民调的状况之下 郭台铭的动向又更扑朔迷离了 我们要告诉大家最新的发展是 郭台铭要跟武敦毅要跟郝龙斌见面 郭台铭在柯文哲的那个政治诱补陷阱之下 会跳进去吗 王金平的幕僚昨天是痛批柯文哲的哦 因为柯文哲非常值得一满 为什么柯文哲会这么样的扬谋进出 最后会让他获得他所要的台湾的政治地盘 也就是民众党主席而且有影子内阁的国会团队吗 政治是这么简单的吗 我们现场请到的可不是简单的来宾 跟大家做深入的讨论 首先为各位介绍的是徐家清 柯姐好大家好 好 谢谢 柯姐大家好 好 民进党列明不分区立委的政治评论家 中生未遂这样 但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 柯文哲不会来挖你脚吧 好 继续又一个介绍 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徐明 柯姐大家好 好 国民党的发言人世伟 柯姐好 大家好 好 谢谢 我们最后介绍这个要强烈的跟大家推荐他的头衔 他是中国智慧党的党主席 李堪 党就一个人 剩我一个人 好 你是这个党的宝 是 是 主持人好大家好 所以你也是党主席对不对 对对 好 这个党主席随时也可以招兵买马呀 然后提名十位的区立委 也可以去提名不分区立委 我们来看台湾的政局 在8月18号这一天 柯文哲跟郭台铭跟王金平 本来有一个好像自然见面的场合 不过经过了一个周末的变化 似乎并不是这么的理想 那在韩国瑜的选情上面呢 各种的民调都显示出 在泛兰的支持度里 他是松动的 韩国瑜的最新的考验来自于战友 这位杨秋星对于他的批评 恐怕只是刚开始而已 我也要跟高雄市民说声抱歉 我当时不知道韩市长 他现在很困嘛 为自己曾经力挺韩国瑜 向高雄市民抱歉 因为实在看不下去韩国瑜的一言一行 梁秋星调查 小明乐讲小三就是现在进行事 还说韩国瑜酗酒的习惯也没改 到六龟去了五六趟 都是被扛了回来 那我也知道 那是进选期间 拜套时一口饮尽 韩国瑜豪迈大口喝酒 和乡亲博感情 让他成功翻转高雄 现在却也深陷品德风暴中 我去六龟美农去了五次 没一次清醒 每次都大醉而返 喝酒比吃饭还要多 梁秋星说韩国瑜老实说 荒唐岁月是在17年前 当立委的时候 但其实去年选举期间 他一样酒造喝五造跳 造成时间切割点根本不对 他也警告国民党 韩国瑜身边还有未爆弹 第一颗就是潘衡序 潘衡序的2000万就是未爆弹 洗钱红色是行事责任 那有没有稀罢的问题 我们每一笔单据都有核销的单据 所以基本上如果真的有违法的话 早就会有一些法律的问题 其实占有反目成仇 指控的字字句句 恐怕比网络言论更有杀伤力 杨秋新当然是接续陈鸿昌 陈鸿昌其实是最新的这一枪 那国民党呢 把他们两个都开除党籍了 可以挽回韩国瑜私生活迷烂 跟酗酒小三打麻将 吃喝玩乐花天酒地 甚至于还吃喝插赌的这种形容词 连接起来的不堪的形象吗 要请教妹妹 我先说 如果说今天韩国瑜够好的话 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 对不对 今天是因为你的主帅问题很大嘛 所以你就算开除了一个陈鸿昌 开除了一个杨秋新 还有多少个陈鸿昌 多少个杨秋新 这第一点我们要问的 第二个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注意看哦 国民党也许说害怕骨牌效应 害怕破窗 所以就赶快先下手围墙 开闸了 但是我觉得有个人 缺少了一个动作 叫做韩国瑜 他缺少一个提告杨秋新的动作 他没告杨秋新 他有告陈鸿昌 也还没啊 陈鸿昌告了没 没有啊 他说他要告 限三日啊 星期四 昨天就应该告啊 他为什么不告 他忙着旧雨灾啊 那个高雄下雨 OK好 如果他因为公开说出他要告 他至少表示说他要告陈鸿昌 他连对杨秋新连表示都没有表示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因为杨秋新的指控比陈鸿昌 那是严重太多太多 陈鸿昌不过是讲到说 私人道德观感领域的过去事 对不对 杨秋新现在指正立立的是 现在进行事 有道德方面的 讲到很清楚 说有私生子错了 这个这一点错了 但是小三就是这位王小姐 我们应用杨秋新的话 他被开除党籍之后还这样说 我告诉你就开除之后更自由自在 出法接空自由自在 陈鸿昌也说我现在可以自由讲话了 所以国民党要冒一个风险 就是这些人可以跟更没有顾忌的讲话 更没有人情的压力与包袱 对不对 那第二点就是说 那会不会有越报越多 我就说刚刚杨秋新单单讲的这个 你想想看喔 其实他这么指明道歉讲 他也没有言论免责权 那韩国瑜大可以第一时间就来告了 有没有 没有耶 韩国瑜那时候告吴子佳 是因为私生子这个事情 对不对 对 好 那结果搞了半天私生子 真的是乌龙嘛 人家王小姐跟前夫生的嘛 现在杨秋新的讲话是说 这件事情是搞错了 可是现在进行事就是 他已经指明道姓了嘛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韩国瑜应该要来告吧 是不是 一个总统 堂堂的最大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 被人家说有小三现在进行事 要不要告 然后说这个指振地利说 你到哪边都去喝醉啦 你酗酒啊 这也是现在进行事 你如果这样可以告 过去是可以告陈鸿昌 你现在要不要告 因为他可能诽谤你啊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做 第三点最严重的 其实是牵涉到法律问题 我也认为这可能是 未来韩国瑜最大的考验 就是有关于政治献金的问题 今天杨秋新讲的只是讲到两千万 判序这个事情 我再提醒一下各位 黄光晴所说的四千万呢 三千二加五百呢 韩国瑜到今子说 如果有拿四千万 我就退出政坛 各位什么叫做话术 你知道吗 那我请问一下 如果拿三千九百万要不要退出 如果拿四千一百万要不要退出 就要像韩国瑜说 他说我没有在高雄喝酒 然后呢 你在外线市喝酒算不算 他可以这样拗啊 我没有在高雄打麻将 有啊 他就是 你讲的就打麻将啊 现在变成我没有在高雄打麻将啊 所以我没拿四千万 那我拿三千九百万可不可以 我拿四千一百万可不可以 这里面 黄光晴问的三千两百万加五百 他到今天没有任何回答哦 那更不要说现在我们发现的两千万 那你再看看潘恒旭的回答就更有趣了 潘恒旭说我们没笔都报上去 有问题早就有问题了 但是他还是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 第一个 如果这个是臭账 作账的 我当然我就我就这样报到那个啊 监察院去啊 我就报上去啊 没没东窗事发 当然就这样呼隆呼隆过去啊 谁会去查你 可是现在是人家开始怀疑了 第一 你的两千万怎么尾数凑到刚刚好 这第一点 第二点我要问哦 你什么时候 文宣叫做调查研究 你听过吗 那个他整个三千一百万都是调查研究啊 请问一下 你开出去的单据 跟你报上去的项目 有没有挂羊头卖狗肉 这第二点要问的哦 有没有如实 第三点再请教一下 太厉害了 为什么你来 这个要调研的 这个潘恒旭 然后你找的公关公司都是台北的 他们很了解高雄嘛 为什么没有看到什么高雄 全部都大安区 对 中正区 台北的公司研究高雄市长的选举 对 然后再来 你再注意看哦 他们这个开发票日期非常接近哦 整个选举期间那么长 你怎么都压到这几天再开发票 那也很奇怪 也就是说他有太多太多的疑点 那么这些疑点都不符合正常的选举的节奏的常态 那但是对这些问题 潘恒旭都没有回答 这也就是为什么杨秋新说 这个不是未爆弹 这个已经叫做已爆弹了哦 过去没被发现哦 现在大家会一个一个追究哦 那难道只有这一些吗 还有多少政治先进的问题 我们要问一问呢 所以我觉得啦 因为韩国瑜 我觉得总而言之一句话 他今天实在是 因为他不够格来当总统候选人 不管是人力 不管是道德操守 不管是历练 那不管是诚信各种方面的问题 他都不够格 结果一个勉强不到的位置 你也不够格 硬要上去的结果 那难怪里面的爆料很多 那这里面 我们最后还要再探究两件事情 是因为韩国瑜整合不利 不服人往 所以才有这些爆料出来 还是说这些爆料出来 是为了要挽救国民党 看能不能到最后达到换鱼 因为也许韩国瑜要换别人 他会是郭台铭的支持者的阳谋吗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因为其实韩粉集团这边 有人就这样往这个方向在操作 往这个方向操作 第一就会巩固韩国瑜的正当性 跟团聚率 往来都是郭台铭 郭董那边的音流 他就可以推了 对不对 那第二又可以演示 这里面内在的不足 但是我就说 这里面我们要问的是 在国民党内 到底我相信有些人 是因为看不惯韩国瑜 有些人真的是忧心国民党 因为现在韩国瑜的问题在于说 他的民调 如果说你是像大盘加速赶底 那就换了就算了 他不是 他每个礼拜缓跌缓跌缓跌 就现在换也不是 不换也不是 那会不会这些爆料出来 其实本来是想说救国民党的 让你韩国瑜能够知难而退 但是我不认为韩国瑜会退 我最后只讲 因为几个理由 第一个 韩国瑜如果现在真的自己退了 那请问一下 他会不会兵败如山倒 他的高雄市长罢免 所以更可能成真 第二最重要一点是 选举可以赚选举财 他随便拿个 如果说这个三百万四百万票 那政党独处金 还有一亿以上 一亿多了呀 听一下有这样的好事吗 就算他没有选上 一亿多入贷 对不对 这个照样睡到中午才去办公 照样喝酒 对不对 照样 我不知道被女生还被女生报 或照样顶顶顶顶都没有关系 但至少已经潜入带了 那国民党人家还 韩国瑜多聪明 他笼络了吴敦毅 我又不干党主席 所以国民党才有问题 我也不要管 可是政党不住 我又可以进来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如果落选的话 那对不起 那是因为有这个 韩黑产业链 韩黑集团 还有国民党 这有人这个分裂 打压 那都不是我的错 到最后他平安下庄 这个呢 票出去 钱进来 国瑜发大财 那国民党 你们就好自为自吧 好 所以这个算盘也很好啊 如果我是韩国瑜 如果情势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子 稳稳地坐下去啊 这个对自己 百利而无一害 你只要脸皮厚一点 人家说你信用破产 你不在乎 然后说是国家机器监控就好了 那用这种方法来应对 其实未来的路还蛮顺畅的 问题是杨秋新呢 他这个被迫退党啊 因为他是接续陈洪昌 对于韩国瑜的 整天打麻将 吃喝玩乐 抱女人的这种评论呢 之后他加码 加码之后呢 国民党就把这两个人给 开除了 那到底有没有提告 不提告的理由是担心 在法院会有认证 有小三 有那个吃喝玩乐吗 不知道 等一下请教一下市委 可是我觉得比较奇特的是 为什么杨秋新 他退党记者会之后 要打电话给这个马英九 然后他第一时间打给马英九 马英九没有接电话 后来他打给马半 那还留话 那马英九也很善意 他是回电给杨秋新 那马英九应该也知道 杨秋新跟国民党 跟韩国瑜之间的 这一番批判之间 所发生的这种决裂的 这个结果嘛 那所以呢杨秋新说 这个他谢谢马英九的关心 但是选择退出国民党 实在是看不惯 韩国瑜撕心作祟 把好好一个局弄成这样 让民进党蔡英文死灰复燃 韩国瑜现在选不上 这实在不是我个人的恨 而是韩怎么这么不识大体 连克文哲都说 韩国瑜的品德有问题 陪韩国瑜打选战这么久 很清楚 有些事情不愿多说 今天谈这些实在抱歉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见面 他是跟马英九说的 那不知道马英九 对于小三啦 酗酒啦 夜店啦 进行事这些说法 他会不会有评论 或是他在对话中 会不会问杨秋心 杨前县长 韩国瑜究竟涉及到 什么酒色才气 可是很奇怪的是 杨秋心为什么要打电话 给马英九 把这一段公布 让马英九也陷入困境 马英九应该跟杨秋心说 为了国民打好 请你闭嘴 不要再批评韩国瑜啦 好像也没有啊 请教一下市委 我想马前总统 跟杨秋心老县长通电话 应该是马前总统担任 主席的时候 然后把杨秋心老县长 给引荐进来国民党 对 那他要离开国民党的时候 他可能也跟马前总统 来做个互动 那至于实际的一个内容 当然我们是听到 杨秋心老县长讲的 也不是讲的很多啦 他只是做一些抱怨说 韩市长的一些过往 那我先回应一下 刚刚美美讲 如果说要讲说 韩市长因为 获得我们国民党提名 然后来选总统 然后就能够获得一亿多 不要忘记了 蔡英文总统 他也获得快两亿 但是这有时候 这个依据的一个法律 的相关制度的规定 你有收入 当然也会有支出 那你如果说 以政党来讲 我们一年 我们获得政党补助款 一亿多 民进党获得两三亿 如果说要赚钱 民进党探兵 国民党我会多 但是我会觉得讲说 不需要这样讲 你说他有没有那个格调 他有没有那个格分 可以选总统 至少他是按照我们国民党 党内的一个初选机制 公平公正公开所脱颖而出 可是你们党内人士 现在认为 那我相信 所脱非人怎么办呢 当然外界一直希望讲说 会不会有换出2.0 我们就讲了 如果再换的话 四年的前车之间 我看这次 不是外界是国民党内 现在最严重的是 国民党内的人士 我必须要讲 国民党内 你八卦立法院党团 大家团结一致 共同支持韩国瑜市长 你说各县市党部 甚至于讲说 各县市议会的这些议长 还有议员 乃至于县市首长 还有跟国民党的地方党部 我们都在联系 要怎么样成立 可是侯友宜没有站出来 强烈的支持他 郭台铭现在差一点 要被柯文哲给拐走了 离选举的日程 还有五个多月 我相信 你说侯友宜市长 前一阵子不是在讲说 韩国瑜不好 侯市长也出来战乡 也是替韩市长讲话 我也觉得讲说立场不同 那当然你的见解就会不同 那民进党 当然希望见风插车 御动灌水 能够分风离析 就好像民进党 把林非凡拉去 让副秘书长 时代力量就快土崩瓦解了 现在你看到 找不到党主席 又不是党员 对不对 那是不是党员 但至少是时代力量的 一个象征 时代力量是被民众打害的 都有啦 柯姐我讲 各方势力都有 好啦我问你啦 为什么他们刚才问了 嘉青跟美美都问了 为什么韩国瑜不去告杨秋心 陈宏昌他告了吗 我想陈宏昌的 这个部分我们也讲了 三天希望陈宏昌委员 能够归回党 三天没有告啊 那我知道了 就是已经有委托律师 来做这一个 他是不是不敢告啊 告了以后 法院认证就糟糕了 当然啦 民进长都希望我们提告 但是告了之后 讲说这个你没告 那个你没告 所以说在选举 没有错 民进长有希望提告吗 但是你说杨秋心老县长 所说的这些事情 我们也在搜集资料 但是我还是提醒 任何韩黑产业链 如果你说批评韩国瑜 讲说有这个婚外生子 或者是讲说有小三 请拿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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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今天人家堵麦的时候 不要今天人家堵麦的时候 要讲说我是听说的 拿不住证据 倒听途说 我相信选民自有判断 我知道啦 但是我相信我们也不会被签字平址走了 我们也不会被签字平址走 见不得人的部分也被证实了 然后呢这个花天酒地 或者是吃喝玩乐抱女人 然后抱女人的照片也出现了 被女人抱不是抱女人 影片也出现了怎么办呢 放心 总要有一个防止风险的机制 韩国瑜被批判 韩国瑜被栽赃抹黑 甚至于抹红抹黄 也不是只有这一个月 或这一两个月 这个礼拜是你们自己人 已经五六个月了 五六个月 大家都讲说民调一直往下走 至少我讲坦白了 大家看有时候韩国瑜还是赢的 然后大部分都是在抽样误差 那如果要讲说 那输十几%的 那你去看一下 那民调机构的一个 最新的民调 我们都尊重了 刚刚事委讲到说 韩黑产业链 但根据我最近的了解 那个韩黑产业链 里面最大的股东 都是来自于国民党 国民党蓝营的朋友 这一些在初选之后 各扶其组的一个裂痕 我们会做整合 但是民进党挑起了之后 我们党内有一些人士来讲 他就讲说 都是你们蓝营的自己讲的 赵索伯讲话 请问是民进党挑起 赵琪姐你听我把话讲完 现在是我的时间 你问我让市委回 赵索伯是不是自己 赵索伯 然后中庭委他所讲的是 爱事争哲之界 不要断章取义 他是出于好意 但大家不要断章取义 陈宏昌这个部分我必须要讲 我也是永年士的董事 过去也兼委员 永年士 陈宏昌也是自己的老大哥 自己的好朋友 但是我必须要讲 在大殿之上 神明面前 纳公协献佛主义不裕 而且你今天讲的 你选过 你做过立委的人 甚至于你现在是中评委 你在蔡英文面前 敌对阵营的总统 候选人甚至于总统 要做连任的部分 然后你贬义了自己的国民党 他没有贬义 他在神明面前讲实话 说永年士主委会讲谎话吗 我不太相信 我讲老白 今天我相信 我们党有我们的党纪 就如同民进党 也有民进党的一个党纪 假设今天民进党的人 然后在这一个国民党提名的人 然后面前来贬低 民进党的提名人 那你民进党会不会开启 民进党没有这种人 这个还会是天下奇葩 没有错啦 当然你们要见风插针 御动灌水 我们一见 我只觉得陈宏昌是永年士主委 但是我们必须要讲 我们自己的一个立场 我们该怎么样做 我们依循党纪 从地方到县市党部到中央 我相信我们一致的遵循这个程序 那我们都是尊重 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 没有办法开闸 把那个党籍给开除了 也没有办法指棒啊 陈宏昌说 韩国瑜这个家伙人格有问题 还无赖 这种人当了总统 头皮都会发麻 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些 就是说你们不管说是开除陈宏昌 开除杨秋星 那是你们自己党籍的处分 表示你们党的立场 你们也希望止血 可是我觉得当初会看的是 这个当事人 是韩国瑜韩市长 为什么已经是比较轻的事情 他讲得那么大声说 而且是过去是我要告 可是杨秋星的指控 何其言利 他不敢告 他至少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态度 那大家很合理的怀疑 就会说 你为什么这样投鼠忌器 你是不是真的害怕 真的告了以后 在法院见真章 证据一个个出来 法院认证就像Coco所讲的 那会不会更糟糕 所以他迟迟不敢行动 他不行动 请问一下你们怎么止棒 谢谢 你大家会怎么来看待呢 现在都在选举了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危机 处理的能力 正所谓有时候会输口 你们情人一串 你留好相看 但是如果真的拿不出证据 你说从王昌委员所说的事情 记者去赌麦问市长 但是并没有讲 那个后面暴女人 这三个字 等到回来的时候 完整的看到了 暴女人你拿出证据 不是啦 为什么不告杨秋星 就一句话 我就跟你讲 我一件一件跟你讲嘛 杨秋星的部分在收集资料 我们也对外做说明 为什么不告杨秋星 有人怀疑 你今天地方党部做出开除党 你也退党 但是我们程序也要走 你说韩国瑜阵营会不会收集资料 然后来提告的动作 我相信如果没有的事情 不要乱讲 那我刚刚就讲了 今天记者问他的时候 他讲什么 他讲说 那一些讲的 我都是听说的 所以说啦 你又说的 有什么有一个 参丽心 叫你拿出证据 你说我是听说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真的如果伤害到我们的选择 甚至于再账某一道 韩国瑜市长的 这个 的一个名称的话 那当然 律师这边收集资料 当然延泥对策 提不提高 没有办法对真相 这个或者是这个候选人 信用破产 而且呢 他这个 荒淫 无旦的这种生活上的怀疑 是可以洗清吗 在民调上面是出现的 最新的民调显示出在 蓝绿对决 蔡英文跟韩国瑜是拉大的 不管是青绿的 或是青蓝的 民调公司所做的 最严重的是 其实韩国瑜在泛蓝阵营里面 的支持度 是松动的 另外 另外还有一个选择的人 叫做郭台铭 我们来看最新的报道 2020总统大选 蓝绿选将 各就各位 但郭柯王会不会结盟 变成撒卡都大战 全看周日会面结果 不过根据两岸政策协会 最新民调显示 蓝绿对决 蔡英文支持度来到47.2% 赢过韩国瑜30% 相差16.2% 而韩国瑜的支持度 比7月下滑8% 最近的两岸关系 中共对台湾的打压 香港的反送中 这些都是造成 蔡英文这个辣台妹的形象 是有帮助的 那当然韩国瑜现在就是 第一个市政做不好 然后加上他分身乏术 然后加上一连串的失言风波 民调要提升的可能性很低 韩国瑜争议连环报 支持度走下坡单位表态的民众 高达百分之二十一点八 因此学者认为第三势力 有发挥空间 若形成蔡韩科 撒喀都拼书营 蔡英文支持度还是领先 但只剩下百分之三四点三 韩国瑜则是百分之二十六 柯文哲则是百分之二十五点四 不过若科不选改由郭台铭参选 蔡英文支持度还是领先 蔡英文还有一些提高提升的可能 比如说美国对蔡英文的支持 或者美国有比较大的表态 对韩国瑜最有利的是西卡都 总统大选若形成四方角力 蔡英文韩国瑜支持度拉近 差距只剩下百分之六点七 但还是领先所有人 距离大选投票只剩下四个多月 尽管蓝绿确定王牌 但就怕其他人不按牌里出牌 扰乱选情结果 好 这个最新的民调显示出 在蓝绿对决的情况之下 其实蔡英文是持续扩大领先的 但是如果是萨卡都的时候 柯文哲分蔡英文的票 郭台铭分韩国瑜的票 这是一个趋势 那可是不同的民调公司 有不同的这种变化 就是选票的转换率 要不要换韩国瑜 那在民调当中呢 这是绿党跟品观点的民调 换注2.0 酝酿中赞不赞成国民党 换韩国瑜提名郭台铭 非常赞成的 都已经升到43.4了 其实要换不换呢 超过20就很严重了 超过四分之一 现在几乎已经快一半了 再过几天 如果韩国瑜的不堪的事迹 持续的扩大被讨论 或者说扩大被质疑的话 那他的这个 要换他的比例就高了 那现在赞成的43.4 这是绿党的民调 那换韩的这个品观点是说 37.1支持国民党换韩 这有四成耶 那换韩支持度的 大概是在年龄上看起来 是年轻人居多 然后高学历居多 政党的倾向里面 当然泛率的比较多 泛兰比较少 可是中间选民也很多 快四成 那在地区上面呢 这个是连高频都有36% 云嘉南这个陶竹苗 这些都尤其陶竹苗 有点是泛兰的大本营嘛 也有四成 那英粉里面 当然53%是要换掉他 这个是品观点的 跟绿党的这个民调 所以这个趋势会不会让 柯文哲跟郭台铭跟王金平 明天可能要见面 但是现在扑朔迷离 据说好像又破局了 那到底是怎么样呢 柯文哲现在在这个角色里面 似乎是扮演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为他把韩国瑜贬义的非常低 然后他又去把郭台铭 视为他现在平衡状态之下 最优的人选 要请教一下嘉青 如果郭台铭出来的话 民调显示郭柯佩 郭柯佩竞争力最强 可以压制蔡英文 你怎么看 他们这三个大男人 这几天到底爱爱妹妹 没来眼去 究竟今天说要见面 明天又说不要见面 后天又说还要考虑 然后最新的消息又说 如果见面 也不会同时出现在法会 这什么意思 三个人的盘算 当然是各自有各自的 内在的利益所在 那这个现实上 是不可以对外说的 但是三个人 现在同样需要一件事情 三个人都很需要声量 三个人都很需要 要出来的这个正当性 所以这三个人凑在一起 互相拉台之余 那也是尔虞我诈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昨天以前开始 桃园三结议 那马上郭董就说 我不会去 然后接下来 今天柯P又接受了专访 开始又在讲说 郭台铭有找我去 副总统兼隔魁哦 有人要跟人家合作 会把底牌先先献出来 跟人家说 已经被我撞了呢 他是在害郭还是在故意 这个真的挺郭 这样的话 其实越来越清楚了 那我觉得 郭呢毕竟也是看过大风大浪 在江湖行走已久 我觉得对郭来讲 郭台铭最好的一个安排 他其实在等待嘛 等待什么 我想现在 刚刚讨论了那么多韩国瑜 那韩国瑜的这些 一而再而三的各种事件 不管是黄色的 红色的 什么颜色的 跑出来 金色的 难道是绿营的人 有本事去挖吗 没有啊 很多绿营跟他没有交集啊 如果爆出来结果都是从蓝营的这些朋友们 爆出来的讯息 那这些讯息 铺天盖地的 占满了所有的这个各种媒体 而且据说这个收视率都很好啊 所以连友台呢 本来一路捧韩的 现在也跟着打韩 打得不亦乐乎啊 现在只剩下一台 还在力挺这个所谓的韩国瑜 那是韩天台嘛 那这样的一个结构之下 郭台铭先生当然是 坐在那里慢慢等待啊 等待这个笔萧我掌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他来说最好的局 不是他被国民党开除 是怎样 是韩国瑜呢撑不下去了 自己呢退下来 然后就说拜托大哥 上场拯救国民党 这个局才是最漂亮的局啊 我不是在幻想 因为对国民党来讲 国民党的韩粉也好 国民党的好朋友也好 我也可以理解啦 毕竟我们作为英粉啊 铁粉的人也会想说 一定要想办法 怎么样把蔡英文继续往上拉台嘛 那对国民党来讲 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把蔡英文民进党 在这一次的执政当中 把他拉下台 所以不管什么样组合 只要赢就好 赢就好 这个是最大的前提 那如果今天韩国瑜 7月15号公布他是 哇四十几%的支持度 现在已经掉到26% 接下来再掉到不到四分之一的时候 请问一下撑得住吗 那如果郭台铭在这过程当中 虽然是跟王金平 跟柯文哲眉来眼去 但是吵吵吵 吵到后来 声势居然也超过25% 26% 27% 28% 都已经赢过韩国瑜了 如果这个趋势继续往这样走 难不成8月底9月初 我不相信国民党停得住啊 因为国民党上一次的换柱事件 也不是这个 这个当然就是 上次 啊 柱柱姐是掉到17%左右嘛 对 对不对 那韩国瑜至少还有 还有三成啊 是 在一对一的时候 他在美丽岛电子报上 他输了很多 输了13%多 他在两岸政策协会呢 最新的民调里面 他输的也是大概十几%左右 16% 但他还有三成啊 可是萨卡多的时候 他有两成啊 他还有两成七块三成啊 两成六 那两成五的情况 这两岸政策协会 所以他不会到 你的意思就是他还会再跌 对 柱姐你看到他们两个 你看郭台铭跟韩国瑜的这个 搭配里面 你看看 是不是已经都在误差值范围内了 已经都在误差值范围内 所以哪一天走到 现在是8月中嘛 哪一天可以走到黄金交叉 对郭台铭来说 那个正当性就会越来越强 那因为韩的形象 已经越来越不堪检验了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如果郭台铭最后真的说 好吧 我这老大哥也不得不出嘛 为了要拯救国民党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郭台铭他应该是看韩国瑜 示弱了之后才有机会 他会去上柯文哲的当吗 柯文哲你刚才讲 他为了声量他为了要营造818也就是明天 所以他昨天连续接受访问前天 这一个礼拜 从民众党成立之后 他每天都在媒体上放话 然后营造郭台铭跟王金平 都是他的好兄弟这样的一个氛围 可是他最新的访问是说 郭台铭叫他做副手 那他说副手没有意思 我不如去做台北市市长 结果他说郭台铭说 那你可以副总统兼格魁 这个问题是在我们宪法上面 现在是规定不可以的嘛 早就已经大法官会议解释过 所以郭台铭的幕僚 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郭台铭有智慧 郭台铭也知道副总统不能兼格魁 那柯文哲接受访问 他这个左边右边左右逢源 讲得非常的这个志得意满 而且呢是全盘皆符合振兴 还说王金平找他做副手 那王金平曾经一度如此 结果呢他还说王金平是狐狸 郭台铭是狐 这个狐 然后他是狮子 他是狐 然后他自己是狮子 他说虎跟狮结合起来很强 但是王金平是一只狐狸 王金平幕僚气得半死 就骂他狐狸才可以治国 现在看起来 柯文哲比较喜欢郭台铭 他希望郭台铭能够做他民众党的母鸡 那他不是很喜欢王金平 但是王金平想选政的 他就一直押王金平 叫王金平去做那个副的 那这三个大男人那杨某 在柯文哲陆续暴露在阳光之下 现在看起来明天他们要同台出现在这个法会上的可能性 其实是不高的 非常非常的不高 因为据说后来郭台铭想想行程很难安排 那柯文哲如果明天出现就这样单只一个人 然后三个人没有组合的话 那会怎么发展呢 游民 其实我觉得这叫图穷比线吧 今天郭台铭如果看寇姐节目看到这些民调 他想我明天去干嘛 我就乖乖坐待在国民党内只要等韩国瑜民调低了 因为上次换柱是有朱立伦嘛 对不对 可是现在郭台铭比朱立伦更强啊 那现在韩国瑜的情况到底会是什么状况 我觉得这个国民党内部在演变啊 因为其实我们前面讲到 现在爆料都是国民党内部的 我们只是在做评论而已啊 我们没有这个料啊 视为说法你们在见缝插针 没有啦 评论啦 空姐你讲得好啊 这是你的知音啊 对啊 不是 视为不要怪我们啦 你要回去跟你们同志讲说 那大家都闭嘴 对不对 杨秋青也不要讲话 这些你们党内的前辈 你知道那些前辈跟他是同一代的立委啊 那一代的立委跟我们这代立委不一样 我们早上八点是要去签到排队 要排八言的 结果他们可能早上八点 人家打麻将吃喝玩乐抱女人 你们的生活太枯燥了 对啊 我觉得那真的是身不逢此 水下火热 不是 空姐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柯市长 柯主席 他其实透过这些操作 可是他也知道结构上不可能 因为他不可能去当副的 三个人都没有人要当副的啦 那他到底在玩什么嘛 对不对 那他是在炒作他的声量啊 对不对 之前 昨天一直在那边讲说 啊 怎样怎样怎样 吃我们时代立场豆腐 结果你知道他今天讲说 他的第一名是谁呢 不分区第一名是谁呢 蔡壁如 蔡壁如 他早就说过了 他承认了 对 那我意思是说 我们本来是以为先排出来 会有亮点嘛 人意思是说黄国昌 不会放在第二名的意思 不是啦 他说黄国昌很骄傲啊 对 我意思说他每天都变来变去的 大家都知道黄国昌很骄傲 可是黄国昌有骄傲的理由 光是比那个外表的帅劲 就比柯文哲帅一百倍啊 对啊 这扣姐最近几天 我一讲到比较正面的 什么 黄国昌立委做得很好 他只是人不合而已 我讲的是实话 有口皆碑啦 大家这个有风平的 所以我一直说 许永明也很骄傲 好好好 我没有骄傲 我是觉得说 许永明也有骄傲的理由啊 也很帅啊 对对对 好谢谢谢谢 谢谢 你可以接党主席啦 好谢谢 我们还在卫留啦 我觉得柯文哲现在情况就是 就有炒作 因为我觉得结构上根本就不可能 甚至连 他跟郭台铭的结合是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第一个三个都是要当正的嘛 没有人要当副的 对郭台铭而言 他这么大的企业 他不当正的 他当副的为什么 所为何来 就所以现在柯文哲的阳谋就是 要把王金平干掉 对不对 把王金平这个虚伪化嘛 那他只爱的是郭台铭 那有的人认为他爱郭台铭 是爱的是钱嘛 那他就每天都放话 郭台铭是最好的平衡点 是最好的这个人选 然后接受访问 然后就讲自己的这个民众党 要做影子内阁 要不分区立委 那如果是第一名 是蔡壁如的话 那这个标准一下来 第二名到第三十四名 就很有的看了 对不对 这个铺盒就会蛮大的 所以我一直说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炒作 因为从郭台铭角度而言 他干嘛去躺这个混水 他只要在国民党内部等就好了 所以你的意思也不是让视为放心 说郭台铭不会躺混水 而是郭台铭在等最好的时机 其实今天呢 这个很多的蓝营的政治评论界人士 有个很有名的 那电台老板 他自己就说了 他在他的节目里面就批评这个韩国瑜 说他应该振作啊 应该好好上班啊 应该不要喝酒啊 一滴酒都不要喝啊 这个往事如昨日一般种种死 然后未来像今天一般呢 种种生嘛 在接电视节目里面 这种汉铁不成钢的情绪 意思就是你实在太烂了 那这种情绪的结果 这就不是这样解读啦 不是一般 人家是在献策说 当外界怎么样来见风插 但是你还没听到我的结论啦 就是说你说这是好意吗 可是我听他的广播节目的建议是 郭台铭先生 你别急啊 你等到11月18号吧 我们来看柯文哲会不会太急了 对郭台铭的宪策 是不是完全是为自己好 想要吸纳奶水呢 2020总统大选郭柯佩到底有没有可能 台北市长柯文哲证实 郭台铭曾邀他当副手兼行政院长 博柯P却直接回绝 我很不喜欢是那种 跟人家去讲什么条约的什么 所以一旦做了就要很 一定要能够做得到才去 才去跟人家讲 这英文叫做批评 所以常常觉得这样 我听说以前李登辉 答应过林阳港 后来也是没办法 政治最好还是理念的结合 不要不是这种分赃政治 不爱分赃政治 柯P似乎也不相信 只做一届的承诺 但各方民调显示 郭柯佩胜算最大 会不会牺牲理念 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是一定的 目前这种三分天下的局面下 大家去提出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提出一个比较好的文化 让台湾从 往好的方向去前进 郭柯王三人原本有意周日碰面 幕僚会前会后 郭振英却说不强求 顺其自然 讨厌三结议 难不成出现变数 人家都说顺其自然 就大家一起顺其自然就好 自然就好 自然就好 我发现顺其自然 这个名词还用得不错 其实柯文哲还说 愿意配合提早到 显然最有意愿 接受广播专访时 他还自爆跟郭台铭 一个像狮子 一个像老虎 一叫和 形容王金平 就像狐狸 该口称王金平是活字典 而柯批爱用动物比喻 甚至自嘲民众党创的草率 是老鼠会 还投入未来不分区名单 第一名 不会是学姐黄静莹 将是心腹蔡碧如 同样引发讨论 柯文哲言多必诗 他说老虎狮子跟狐狸 结果被王金平的幕僚 痛骂一顿 说狐狸也可以治国 要请教一下帝影 这几个老男人 在柯文哲的耍弄之下 难道会上钩吗 王金平是这种人吗 王金平是什么人 连马英九都斗不倒他 那郭台铭 郭台铭是首富 他的好朋友是川普跟习近平 所以你怎么看柯文哲的如意算盘 柯文哲丢这些话 我觉得他就赚自己的媒体 跟网络声量而已 我觉得他伤害了 应该会伤害到 郭台铭跟王金平的互信可能性 为什么 因为他讲的话 第一个是说 他毫无宪法上的一个素养 他说郭台铭跟他答应 说要让他当副总统兼隔魁 这已经被大法官解释 宣告说不可以 那他已经知道 宪法上不可以的话 他去放这个话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凸显他 第一个他应该说法治素养不好 第二个是说 人家郭台铭 有没有讲过这种话 可能都不见得是 你就纯粹做自己的一个网络声量 那对郭台铭而言 我认为他现在其实很容易 刚才寇姐在讲说 柯文哲要去拉他 好像是骗他进来 民众党 其实我担心的是说郭台铭 他作为一个首富 商场看多了 但是他现在 如果他在等待的是说 国民党会不会换他 其实也有可能是被骗的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就算有这样的 不断有人在这样子去讲 但是如果到最后 没有 九月十五 九月中之前 他只要没有去领表 拖过四个礼拜 一个月后 他就没有身份了 就没有空间了 所以这一个月内 除非国民党给他的讯息 很笃定 大家记得说四年前 在换柱之前 当媒体爆料 说要换柱了 国民党的所有人都否认 红袖柱还说 我要告这个媒体 绝对没有换柱 就隔一两个礼拜 事情就发生 那个案件就直接结束 因为真的换柱 所以现在再怎么否认 也许真的没有知道他的结论 但是郭台铭 他如果现在只是空等 而没有更明确的讯息 说会换人 他可能在这边 透过九月中 他没有机会去做总统的这个联署 他的身份就没了 他完全就没机会了 所以在这一个月内 他必须要很清楚的去思考说 国民党万一真的没有换 韩国瑜还是在那边死撑 他没有换 那郭台铭的角色是什么 他如果要选 真的要不要跟柯文哲合作 你提到关键了 他九月十七号不联署 他就失去了联署的资格 那如果国台铭碰到的这个韩国瑜死撑在那 不换人 国民党不换他 他没有牌吗 政界的人说 有清明党的那一张门票 对 清明党的门票 因为现在只是在 红霞公是 宋主席 宋主席 要不要再选 那要不要再选 他说人选没有定 其实你看到那则新闻 他是说清明党 对呀 上个周末的 禮拜四的时候 所以这张票还在 所以郭台铭如果说 假设到九月中之后 他还在等国民党 那国民党还是迟迟的 没有让韩国瑜下来 那这个情况就是等下一张门票 而且清明党的宋楚瑜的理念 跟郭台铭应该更合吧 比较接近 应该比跟柯文子合吧 那个两岸那个 那个什么社会是不是 那个什么关系民调 看出来啊 郭台铭主要支持者 在哪边呢 在中间的选民 在泛兰的 还有在清明党 对呀 那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因为清明党缺乏一只母鸡嘛 对 那宋楚瑜 或许不能再选了吧 因为最新消息说 清明党要提名人 那这个 而且呼之欲出的名字 叫李鸿源 那也不是宋楚瑜 因为宋楚瑜 已经选了这么多年了 那如果说 郭台铭他有另外一个门票 是清明党 然后呢 他又跟各路人马 跟柯文哲维持一个友好关系啊 你柯文哲把人家赞美成那样 然后到时候 如果清明党提名 郭台铭的话 那柯文哲也应该支持他呀 不是吗 这样看起来好像 政治上的利益 会有很大的威胁 是因为他的民众党的部分区 或区域也好 会马上面对到清明党 被清明党来竞争 没有错 因为当清明党 有总统候选人郭台铭的时候 那柯文哲在没有跳下去选的情况之下 他的政党票 大概就会回到清明党去 所以如果郭台铭决定要选 对柯文哲的威胁很大 所以也在 为什么说柯文哲 现在不断地对郭台铭示好 不断地讲说 我跟他谈了 可以当如果当副手 他还愿意当副葛葛 他会去讲这些话 其实是说 我还是在拱你郭台铭 那他还是希望用民众党的力量 去支持郭台铭 如果郭台铭 万一真的等说换韩 换不到 真的被清明党拉走 那这个时候民众党的伤害会非常的大 那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到现在为止 看不看得出来 韩国瑜会被换 其实从民调 刚刚扣姐讲的 各路民调一路这样子 看的趋势就是韩国瑜一路下滑 而且那个滑 不知道他滑到什么时候 我们知道当时红袖柱被换掉 是他跌破两成 跌破两成之后 开始国民党的立委开始担心 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国民党的区域立委 也没有看到人要去跟韩国瑜站在一起 跟当年的红袖柱的情况是一样 没有去看他站在一起的情况之下 当这只母鸡 他已经虚弱到无法带动小鸡 开始地方的声音就会开始说 那是不是要换 国民党最近都中央通过这个决议 我认为他用中央的力量 去压地方非常的奇怪 不只是前面去开除陈鸿昌 乃至于杨秋鑫 到今天有一个国民党的党代表 叫做敖伯胜 他还开记者会 他讲说他这个是蓝色恐怖 一人毁全党 你看国民党的基层 开始陆陆续续跳出来 应该是说高层中评委两个 两个中评委 一个杨秋鑫 一个陈鸿昌 到最基层的党代表 国民党党代表被开除 要跳出来讲这种话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气氛 你用中央集权的压力 去压地方 但当这个母鸡 虚弱到无法带动地方的时候 是不是就要换这个母鸡 刚刚特别提到说 现在是不是韩国瑜要去告这些 所谓国民党的高层或基层 这个我认为是非常不治的做法 参计是说我人越多越好 越多我原本国民党的人 支持我越好 结果你现在要对他们 去采取法律上的行动 当然他想说要告陈鸿昌 这个告不告的程是一回事 刚刚蔻姐特别提到 如果他真的今天告了 有可能被法院认证 不管是说你喝酒 不认证就是韩国瑜承认 暴女人这件事情 有没有可能被验证 他们是同期的立委 陈鸿昌当年跟韩国瑜有同届的立委 这里面有没有共同的朋友 曾经一起出入这些场所 只要能够传到证人 这个案子 只要有人说他看过 是啊 他如果在场募集 他当然就可以做证人 那这个情况就有可能获得不起诉 那相对来讲 如果今天韩国瑜告的是 陈鸿昌讲的每一段话 他全告 他还有可能中诬告 为什么 因为他前面有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有承认过说他打麻将啦 当时当立委的一些情况 如果你整段话都告 在法律意义上面是 你明知道这个是事实 你还硬告 这个是误告罪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你只单纯告一个暴女人 只要陈鸿昌 可以从同届的同僚当中 找到人说当时有人一起去 这个案子 刑事责任就不会构成 变相的我们目前的网络上面讲法是说 法院认证 你就是去那边打麻将 暴女人后 马上就变成这样的一段话 那更奇怪 吊诡的一件事是说 在法律评价上面 杨秋新讲的话更重嘛 为什么 两千万的政治现金 包括说你那个时候喝醉 还被扛走 这种具体的描述 包括说有婚外情 现在进行事 这都是具体的描述 要告诽谤 要告这种 为什么 他不是一个空泛的指称 他是个具体的描述 结果对于杨秋新的这些断 这些讲话 你没有表示说三日内道歉 不然要告 你没有比照陈鸿昌 陈鸿昌讲的还比较抽象 还没那么具象 你就要告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会让应该韩国瑜进退失去 那我认为郭台铭也在观望 当他一再进退失去 一旦一再没办法带动地方的时候 也许就是换韩的契机 好 这个韩国瑜 他跟吴敦毅之间 是不是有个坚强的政治交易关系 所以不能够换韩 也有一些国民党人 认为这是韩国瑜 为什么这么笃定的原因 但是看起来 郭台铭 柯文哲 跟王金平之间的关系 影响到韩国瑜 在国民党当中 是不是能够 持续成为候选人的原因之外 后面的这一位 习近平先生 所主导的中国 是不是也扮演什么角色呢 对于郭台铭来讲 韩国瑜背后的红媒 红媒背后的掌控的国台办 是郭台铭非常非常不以为然的一个现象 这也是他对韩国瑜 绝对不肯公开力挺 而且私下也不接受的原因之一 那至于柯文哲呢 柯文哲跟这个媒体 关系也很密切 可是柯文哲 趁着接受访问的时候 在上个礼拜 就频频的向郭台铭来洗白 自己跟这个媒体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用呢 有人说其实是这个媒体的老板跟柯文哲在那边玩两种手法 是在唱黑白脸呢 表演给郭台铭看的 让郭台铭误以为柯文哲是可以合作的对象 但是不管怎样 王金平又扮演什么角色呢 在我们的现场 这个叫做中国智慧党的党主席 李勘曾经多次的认为 你认为王金平才是蓝营里面比较适合的总统人选 为什么 是 柯姐刚才那个 你刚刚讲到这个 就是说北京那边的态度 我觉得这要切分的很清楚 就是说对台工作 在他们的眼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 明确上是国台办领导 但是因为台问题实在太复杂了 他又牵涉到外交 涉及到军事 所以并不是台办说得算 所以大陆他们最高层领导 现在肯定是说没有特别偏好谁 因为在他们目前当下 他们被香港问题 中美问题烦得 就已经够烦了 他们并没有太大的精力去关心台湾 只要台湾没有出太大问题 他们会暂时搁置在一旁 但是是谁希望国民党继续执政 那一定是国台办 理由很简单就一个 就是说因为去年的九合一大选 国民党大胜 是被视为国台办 新任的领导班子的一个重大的 业绩 如果今年 明年国民党输了 那会被视为国台办政策的失败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为了他们保持 他们这个业绩的这个漂亮 他们一定是希望国民党 就是韩国瑜 能够当选 国民党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吧 他的友好的人是 除了这个韩国瑜之外 跟柯文哲也不错呀 跟郭台铭也不错呀 对 所以他们是只要国民党能够连任 那是最符合国台办的这个 他们的利益 所以只能说 只能说希望国民党连任的 是国台办 但国办并不能代表 整个北京的对台工作的这个态度 你的意思是北京的中央办 或是中国的领导阶层 他们有的人是有不同的想法吗 比如说解放军 他们一直就公开讲 他们就希望蔡英文当选嘛 因为蔡英文 这样才可以打台湾吗 就他至少打倒是未必 但是至少可以提升他们的话语权 因为他们一直希望就是说 更多武器啊 就提升内部的这个地位 关系敌对一点 对军方比较好 这是每个国家都这样的 国台办向来就是一直希望这个 这个国民党继续执政嘛 这其实都是很公开的这个态度 但我今天刚才听到这种 就我们嘉宾讲这些东西 我突然觉得很 我有点感慨了 我说要是今天王金平的话 我认为他出来他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哪些问题啊 就是说包括这个 对他私生活的质疑啊 对他这个能力的质疑 就我觉得现在我们才发现 他其实是很可贵的 然后我刚才听了很多 就发现确实这次的 说这个换鱼的这个传闻 跟这个可能性 跟四年前那个换鱼 有点是非常的这个 类似的 就是我自己也是出生在外省家庭 然后我深切的感受到 就是说这个深蓝的族群 他们有一种错误的思想 他们一直觉得 他们在台湾社会里 好像他们的声音很大 所以他们每一次都说 这次跟上次都是 他们花了很大力气 把他们的候选人 就拱出了这国民党 代表国民党出现 他们以为国民党出现了 好像就能赢得选举 他们不知道 他们这个深蓝的话语权 就在国民党就这么多而已 他只能在国民党讲话大声 但出了国民党 在整个台湾 他们毕竟是被边缘化的 所以两次都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 他们没办法很准确的评估 台湾的主流民意 所以才变成 他们的候选人 跟台湾的民意格格不入 就什么是主流民意 这我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我觉得 这就是王金平可以做到的 台湾民意就是说 要跟大陆和平交往 要赚人民币 但是呢 又不要有 像变成香港 下一个香港的那种担忧 不要有这个所谓的 反送中的情况 在台湾发生 能够做到这一点 就只有王金平 所以我觉得今天刚才说这个 比如说说要换到韩国瑜 是不是郭台铭可以上来 我觉得他们现在都没有发现 其实王金平才是最好 你觉得郭台铭他克服得了 他跟中国之间 非常纠缠不休的关系吗 我觉得他也克服不了 因为我觉得台湾这个 反中的力量太强了 今天目前没有人质疑他 就正式的去针对他的 跟大陆关系去做文章 是因为他并没有正式的去 代表国民党 或代表任何一个党去参选 如果他真的代表国民党 或者代表 不管是民众党 还是亲民党 他也免不了要被拿来修理 所以我觉得 在反中这个浪潮面前 国民党很少人能挡得住 当然你看是从本土 跟台湾的主体意识的角度来看 可是王金平 他也没有说他不选 所以你大概是王金平的 非常难得珍惜的知音 又是年轻时代 王金平确实有这个雄心壮志 但是王金平最大的遗憾 就是民调起不来 而且他自己没有参加初选 那没有参加初选 那他未来的动态到底是如何 他的动态确实会影响到 韩国瑜的陆军地方派系 他的动态虽然可能只有10% 可是对于蓝跟绿 对中间选民都会有影响 因此呢 在未来的这一局里面 那明天郭台铭 王金平 柯文哲会不会见面 他们如何出现在法会上 如果只有柯文哲一个人 孤单单去了 然后其他人都以行程排不开 没有去 那是一种发展 如果三个人同时到了 那也是一个政治遗憾 要是前后到 那也有不同的政治讯息 好像很复杂 那政治就是这样子的诡诀呀 那最喜欢玩这种游戏的人 当然就是政客 不过台湾的政治发展 也受到外在形势的影响 香港目前的状况更严峻呢 川普都已经在推特上面写 希望习近平能够亲自到香港 去跟香港人见面好好的谈 推特上面的川普还告诉大家 人民解放军已经在深圳 香港的边界上面来这个移动了 那到底会怎么样呢 8月18号香港人要发动300万的游行 而北京当局据说已经释出一个消息 要快速评乱 一旦香港发生被中国镇压的状况 台湾人你要怎么选择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我们来看香港的最新情势 上百军用车辆 停住香港边界外的深圳春检体育馆 管外更可见到大批中国武警来回走动 面对反送中冲突不断升高 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 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强调北京当局有资格 也完全有力平息香港动乱 目前各种迹象和专家看法都显示 中国派武力进驻深圳 恫吓效果大于失职 因为北京当局深知 一旦动用武力解决香港问题 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总统川普14号就推文表示 中国想达成贸易协议 得先人道处理香港议题 显然把贸易协议和香港问题挂钩 川普管事作风一开 没完没了 还建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直接亲自和香港示威者对谈解决问题 而面对川普频频表态 中国国务院15号发表声明 强调美国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税 违背中美共事 中方将被迫采取反制措施 而中国外交部也表示 香港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但刘晓明抛重话之余 也同时软硬兼施 对港府信心喊话 反送中示威本周还有多场活动 据传港人16号发起 816全民提款日的挤兑运动 呼吁民众从银行提出所有存款 尤其以中资银行为目标 对香港金融体系施压 另外民间人权阵线 也申请号召300万人18号上街游行 但遭港警反对 最后只准在铜锣湾违援集会 6月9号百万人上街头之后 香港人所展现出来的 追求他们的人格尊严自由民主的意志 是令人敬佩的 而香港人不屈不脑 他们拿在街头上被香港的警察暴力对待 可是也不投降 在网络上有这样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是这个年轻的小孩 他说我不要催泪弹 我自己会哭 这张照片反映出了非常多香港人 对当今局势里面 香港的政府当局 香港的警察 他们用武器对待自己子民的反弹 而8月18号会是一个关键的日子吗 连川普都很紧张 中国人民解放军会不会进驻香港 进驻不是保护 进驻可能就是镇压 一旦如此香港保全得住他现在的状况吗 这位中国的领导当局 习近平 他会像川普所说的 自己到香港去解决问题吗 我们来请教第一 川普很有意思 他在前几天的第一个推特上说 要不要见个面 大家以为川普要跟习近平见面 后来川普解释说 他不是说他要跟习近平见面去谈香港问题 他是劝习近平本人到香港去谈香港问题 如果说习近平有这个素养 或是有这个准备的话 他就不叫中国共产党现在的领导人了吧 这个状况危险的在哪里 他的可能绝处逢生的机会又在哪里呢 香港 川普这一次跳出来 其实凸显的一个问题是说 香港已经真的到了这个危险的边缘 让川普要跳到线上 你发现过去在反送中的事件里面 没有川普亲自上火线 一下国务院 一下他的参众议员 没有川普自己跳出来做一些呼吁 而且要求说你去习近平要去解决 甚至还把美中贸易的这个问题 也拉进来说 这个是处理香港问题的一环 他为什么会上升到这个问题 是因为美军在观察说 香港在目前的这个 香港警察的镇压的手段 上面已经强悍到说 你看刚才扣起这个照片里面 那个女生是被用当的脸 去射击这个布袋墙 这个射击布袋弹之后 他其实穿透了他的护目镜 让他眼睛是暴裂的 所以他是失明的 那为什么后来香港有很多年轻人 去站机场 是为了帮这个女生跑公道 认为你警察滥权使用暴力 这违反的这个使用规则 你对于这些武器的使用 都有一些国际上面的准则 你没有去遵守 那川普发现到说 其实香港的警察已经暴力行动 已经到这种血腥的手段 而他的更严肃的是说 解放军的驻军在深圳 这个已经开始 所有二十部的军车开进来 其实这个都已经在目前国际上面 所有文明国家共同关注 而美军更加的清楚掌握说 你解放军开进来 下一步会不会流血 这个迫使这种川普跳到第一线 喊了这样的话 其实反送中运动以来 川普有没有内在压力 其实有 你看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 他提出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 是获得参众议员共同联署 国会也同样给川普压力说 你要去伸援香港 你要去处理 因为在香港有八点五万 美国籍的公民 如果在香港发生了流血冲突 这些美国籍的公民 第一个你要不要撤 你要不要撤侨 第二个是什么 你这个过去给予香港是一个 类似最惠国待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你要不要去处理 因为他已经变成中国的一个 不管他的直辖室 或者他一部分他的法治水准降低 你的投资风险都要重新再来 你美国如何处理香港问题 所以川普在这些压力之下 他我认为是首次用这么明显的方式 跟你讲说 这就是处理美中贸易的重要的一环 也就把香港纳进来 希望习近平不要轻举妄动 其实在这段期间里面 你看到不管是加拿大 英国 刚才看 特别看这个我们的新闻 为什么英国的中国 住在英国的中国大使 要跳出来喊话 因为过去有一个国际法上面的一个规范 是说他跑去跟中英当时要归还 一九九七年归还香港 签了一个中英联合声明 而这样的一个联合声明里面 要求说要给港人自治 要给港人一定程度的人权 跟自由保障 结果中国的态度是什么 他跟你说 那个只是一个历史文件 今天中国的大使 在英国开这个记者会 再次告诉你英国人 那个跟废子一样 你不要拿那个来拘束 这个是完全我的内政问题 但是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对于人权民主法治 他是一个普世价值 他没有一个国界的界限 当你在香港发生了说 你看一个女孩子被这样子当当头射爆 他的眼镜 包括你在地铁里面丢了催泪瓦斯 这其实是人可能在死在里面 因为没有办法换气 连催泪瓦斯被送医去急救 他还有三十个 大概十六岁到十八岁的年轻人 他当时被警察逮捕之后 要求见律师不给见 这三十几个年轻人士都有分别 大大小小严重程度不一样的骨折 那个显然是有被警察 这样施暴的一个情况 那包括女学生被 大家全球都看到 网路上的这个报导 那女学生被内裤被脱掉 裙子被脱掉 被当众 他的这个这个生殖器 都在外面这样子的羞辱 这种情况是全世界文明国家 无法想象 无法容忍 所以在这一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川普总统跳出来讲这个话 他美国作为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强权 他本来就有义务站出来说 你不应该用这种非人道的方式 处理香港问题 而对台湾人来讲 其实更明显看到一国两制 他的下场是什么 其实就是给台湾人很惨痛的一个 我认为香港的惨痛的这个教训 给台湾人很大的一个启示 是说你选择的 不管是亲中的政权 或者是一国两制 你很有可能的下场是你的年轻人 现在网路上上传一个应该是照片 一群香港的大学生 年轻人在这个暑假 变成了军人 为什么他们带着方都面具 他们带着头盔 蹲在地上 接受一些非暴力的一些训练 为什么香港的年轻人 要变成这样的样子 香港的女学生也好 已经有六个人牺牲了她的生命 她用自杀用实践的方式 陆陆续续用实践的方式 台湾人民要想一想 要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 让我们的年轻人变成像香港的年轻人一样 好 这些香港人的坚持 最后会被血腥镇压吗 川普他连续告诉大家 而且他非常罕见的 他Po出了照片 这是讲香港市区出现 这个有边境部署军队的状况 这样的图片是不是显示出 香港正在危急的边缘呢 那香港会不会变成直辖市 有人判断或者是推断 北京为了要解决香港问题 干脆把一国两制变成直辖市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香港就变成一个红色的地带 对于所有的香港人来讲 会是束手就擒呢 还是继续的来抗争 在关键时刻就是8月18号 我们来看最新的报道 里面所写示出来的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装集结 是不是让香港人受到相当程度的警戒 而北京的威胁会让香港人不敢上街吗 警察的围堵不准他们集会游行 香港人就会躲在家里哭泣吗 我们来看香港人他们的正义的呼唤 停摆两天的香港机场 在机关局取得临时禁之令开放之后 机场围安明显增加 但连续几天冲突 从示威民众塞爆机场 到疑似中国公安卧底 环球时报记者混入人群被抓包 再到围安警察亮枪贺阻示威者 眼见香港警民冲突不断扩大 北京秀出了军事肌肉 其实中国政府日前才张贴解放军装 假车浩浩荡荡进驻深圳的影片 如今卫星画面又显示 临近香港边界的深圳春节体育馆内 已停满军用车辆 美国有线新网CN也募集军事车辆 陆续进驻的场面 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微信 甚至斜下从深圳湾出发到香港 只要10分钟 距离香港机场只有56公里 而北京当局大动作在深圳机接武力 似乎就是要传达 中国也可用武力平息香港动乱的讯息 对此美国国务院是连忙呼吁 对北京遵守中英联合宣言 允许香港高度自治 国安顾问波顿更警告 北京切勿把香港变成天安门 14号深水部警署外还是爆发了警银冲突 示威者烧纸钱烧衣服 纸钱上印有特首林郑月娥和香港警务处处长照片 打批民众还用雷射笔射向警署 反送中民怨依旧高涨 西方国家也一发关注 德国总理梅克14号也呼吁 中国因和平处理香港混乱局势 美国总统川普则是推文将美中贸易战和香港示威绑一起 说中国想达成协议 先人道解决香港问题 同时也提议他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碰个面 好这个香港的局势的紧张 其实全世界各国都已经在呼吁 喊话冷静和平之外呢 其实有些国家已经在进行撤侨的准备 那台湾不是漠不关心 台湾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香港的画面绝对不能复制在台湾 他们也支持香港人 我们要请教李勘的是 从你的角度来看 尤其是你在英国留学 英国人对于香港有特殊的感情 那香港如果一旦人民解放军 或者是武军的镇压 现在人民解放军按照最新的讯息 他们在深圳集结 出兵香港 他们自己人说只需要十分钟 我看连十分钟都不需要吧 一分钟就已经可以跨足到香港的 深圳湾附近的春检体育馆 从这里出发抵挡香港 只需要十分钟距离香港机场56公里 现在香港机场是规定 有机票的人才可以进去 他不让这些抗议的民众到大厅里 这个跟戒严也差不了多少了 李勘 我想这个这一次事情搞这么严重 应该是北京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一开始想到就可能最多就像上次的雨审运动一样 一两个月就结束了 而且规模没有这么大 但他们想不到这一次居然可以闹到这么大 而且变成这么大的一个危机 就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一开始这事情出来的时候 他肯定第一个影响就是到台湾人对大陆的观感 特别是对一国两制本来在台湾就已经非常非常稀少的这种认同度 他这次看来是把这个成长的空间全部给扼杀了 而且让这个国民党的选情是非常非常的不乐观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一开始是希望这事情扩展 都是说香港在香港就止损 然后不要把这个印象传到台湾 就完全失败 不但这个香港自己闹得很凶 现在台湾也跟着就是说跟香港绑在一起 然后呢一起就是说要看起来是要抵抗这个一国两制 然后国际社会包括英国在里面 英国美国也是在利用这个事情 他准备在各个问题上要去修理北京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 这个事情对台湾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 就是说韩国瑜他必须无奈的承受这个反送中带来的冲击 其实我真的得讲就是韩国瑜他本身 他我不相信他是认同这个统一的 他肯定他也知道不可能 因为国民党他本来就不可能去支持到这个统一 除了洪秀珠以外 他本来也是想就是走过去国民党 比较擅长的路线 就是他怎么样维持现状 但是因为他拿到订单 拿到人民币 拿到陆克 然后只要喊一喊九二公司就可以了 但他不小心进了中联办以后呢 他就让人家给他戴上了帽子 就是说认同这个一国两制 认同这个香港模式 他建了就是中联办主任 跟建了林郑月娥 然后这些人现在碰巧都变成这个 头号的麻烦人物 对 所以这个事情跟韩国瑜绑在一起了 就只要香港问题 他肯定一下子解决不了 他会持续好久一段时间 只要他持续着 对国民党的选情 就是很大的一个重击 所以我才讲就是说 就是不会被控好帽子 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大的本领 但是呢 他是一个必不可缺的工具 在选举里面 然后我真的觉得 王金平当时 他低估了他这方面的能力 结果搞到现在 就不能收拾 是呗 你们那国民党提名王金平算了 这个按照现在国际局势的讲法 不过香港的这个局面 对于国民党来讲 确实一个很大的威胁 因为国民党面对香港问题 能够腰杆挺起来的人 几乎是零啊 我想不会讲说 这个换王院长 然后就不用去面对这个问题 那你说如果我当然我我跟各位做报告 绝对不可能有像四年前的换出二点零会发生 那当然有的人讲说要换国财民 现在你看你看又讲说换王金平 等一下隔天 然后又讲换王朱立伦 市委 香港其实这二话 你们就不用换人了 换谁一样 我觉得这个部分 当然都是敌对阵营 他扣不说你正脚自己自乱 然后他们就都在算 没有错啊 香港这一个问题确实对于这一个总统立委 中央层级的一个选举 因为是两岸外交国防 大家都会看嘛 民进党一直在讲说 今日的香港 明日的台湾嘛 对不对 那我们必须要讲 就如同韩市长所说的 香港在流血 你民进党在补血 我们一直在呼吁 你中共当局甚至于跟香港特区政府 你要怎么样跟人民做对话 原来一个小小的一个逃犯条例的一个事件 你说不审呢 那为什么你不撤 那你不撤 好了 那延伸出来这么多 现在提出了五大诉求 那你香港政府 特区政府 你有没有跟民众去讲 他们要求成立一个 这一个调查 调查委员会 那为什么你不能够坐下来 跟这一些人 能够跟他们互动 你说像我们过去 我们从危言体制解除戒严 然后走向民主的过程 当中 包括民进党 那时候在提出废除刑法一百条 街头上面也是汽油弹 一大堆怎么样 但是执政当局也是跟民众坐下来 大家执政在野 好好的一个沟通诉求 怎么样能做解决 那你今天 你好像变成把他扩散 然后执政当局警方用这一个暴力的行为 然后抗议的人士 然后也是帽子戴着 雨伞拿着口罩戴着 然后也做非理性的行为 这都不好 我们都希望讲说特区政府跟香港民众 大家都能够为香港 过去台湾在戒严的时候 我们是看香港的一个民主就在学习 现在台湾走向的民主 有政治的一个奇迹 换成香港回归了之后 甚至于政权移转了之后 讲的落实五十年的一国两制 那是特区政府 结果现在民进党政府很听话 习近平一月二号讲说九二公司就是一国两制 他现在跟你说就是一国两制 九二公司在我们认为我们就讲了 会谈事实的内容就是内涵定义各有不同各自表述 就是要各自争议求同存异 无外乎就像李康刚刚讲的 希望能够有一个经济的一个活路 两岸都能够和平共存 你讲白天没讲到重点了 那现在一大堆你们现在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就是你民进党的复合讲说 台湾会变一国两制 台湾就不是 台湾就是特区政府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澳民国主权独立的国家 而且香港的问题不出在香港政府 香港的问题出在中国政府 你太准是焦点了 为什么你蔡英文总统就要去听他的 所以要回 我要反击他 不可以接受他 香港是特区政府 所以国民党应该来支持 蔡总统独立的国家 是不一样的 可是你们是一中同标 你们是一个中国 你们的国民党的政策 我们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 不是啦 你的逻辑很奇怪 因为今天 你们的逻辑才奇怪 我现在讲你到底哪边逻辑奇怪 因为你们一直在台湾内部 自吹自擂 有说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 可是你们马英九 在见习近平的时候 当时全世界面是说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对不对 马英九说在前 好 习近平今年年初打了你们的脸 是习近平打你们的脸 因为你们在那边自吹自吹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他说九二共识一中原则 还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他打你们的脸 你们不敢出来讲 然后蔡英文强力反击 你们又不服 才变成蔡英文是乖乖去听 听习近平的话 你们蔡英文总统 你为什么要听他讲 九二共识一中一国两制 对不对 习近平打你们的脸的东西 拿出来讲 说告诉你们 习近平已经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我们很清楚 习近平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就是在我们中国国民党里面的党章里面 没有错 换我讲话 对不起 换我讲话 结果国民党不敢来质问习近平打你们的脸这件事情 然后不管说是反送中这个事情 你们也不敢来质疑北京 你们对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对香港的疼惜这些 你们也不敢多说一句什么 好 你们自白于世界潮流 这还不打紧 你刚刚就说什么韩国瑜说香港问题在失血 台湾在补血 蔡英文政府在补血 我请问一下 今天如果不是韩国瑜自己的问题 会有什么补血说这种说法吗 今天是韩国瑜自己进去中联办 韩国瑜去香港 对不起这是我的说话时间 对不起这是我的说话时间 连郭台铭都有讲 说他提醒了韩国瑜多少次 中联办你不能随便进去 结果韩国瑜有听吗 有听吗 没有听 甚至于你现在去看看香港人心目当中韩国瑜是什么 你再看看有一对夫妻 先生不是来自上海的吗 现在在日本居住的吗 他不是对着韩国瑜比倒战吗 还说台湾人你真的不要傻了 你知道中国的这个残忍吗 你们对中国有幻想吗 好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 我要请朋友们要来注意 今天我先来讲 我说香港的情势的问题 第一我不认为中国敢复制六四天安门事件 但是习近平有压力 那个压力在哪边 他北戴河会议才刚开完 他内部其实有反对的声音的 那些声音会借着反送中的事情 美中贸易的问题的问题 来挑战习近平的权威 所以习近平这个时候一定是零左勿右 他一定要态度要来强硬 用民族主义来转移焦点 巩固他自己的政权 他的位置来巩固内部的情绪 这第一点可是第二点他要知道 他不能复制六四天安门事件 因为香港对中国来讲 非同小可 各位可能不知道 中国有一半的外资 是透过香港的来投资中国的 中国的融资有70% 是对外融资是透过香港的 香港的人民币 离岸结算中心七成以上 全世界七成是在香港的 我请问一下如果香港真的 复制了六四天安门事件 如果香港真的整个大崩溃以后 中国看得起 中国是看不起的 最新报道 所以中国当局他就用恐吓的方式 用恐吓的方式 用威胁的方式 用围堵的方式 他把你香港人可以上街的可能性 一一斩断 那连香港的机场要有机票 才可以进大厅 这叫做东方明珠 快快我再讲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报道 最新的报道的情况是 8月18号 如果明天的游行 已经被香港的警方给否决了 那否决了之后 香港人民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再集体发声 如果集体发生的状况 被警方来反制 会不会酿成更大的冲突呢 香港人会屈服吗 8月18号 如果警方成功的不让香港人上街 香港现在所面临的 这些反送中的抗争就结束了吗 中国共产党 他们面对香港 就算有非常多不同的剧本 但是你压制自由跟民主 压制人民的尊严 最后会得到反弹 这是一个文明的基本方向吧 香港机场12号黑鸭鸭一片 到处都是穿着黑衣的示威者 但这次不是万人接机 而是抗议港警在11号晚间 在尖撒嘴疑似射发布袋弹 击穿一名黑衣少女的护目镜 导致右眼严重受伤 可能失明 搭配网友蒙着眼 除了要求港府回应五大诉求 也要警察还个公道 从下午开始 人潮越来越多 最后出入境大清全是人山人海 香港机管局紧急宣布 当天所有航班取消 也引发旅客的不满 香港机管局表示 从13号清晨6点起 会是机场运作恢复情况 与航空公司重新编排航班 航机升降仍会受到影响 而截至上午8点半 香港机场多数班次仍是取消 此外国泰航空12号 对员工发布电子邮件 警告支持和参与非法示威的员工 将面临被解雇等严重处分 除了机场 30多个社福介工会 组成的社福阵线 12号晚间包围湾仔警察总部 针对811冲突事件 要求警方收下投诉信 另外针对警察11号冲进 太古站镇压 也有大批民众在太古站进座 要求站长回应 香港众志秘书黄之锋 也严厉谴责警察执法过当 其实香港目前所发生的反送中的抗争运动 也像赵妖静一样照射了台湾的政客的真面目 其中有个就叫做柯文哲 当他讲话 讲错了 8月6号说香港闹 将来会闹到比较富裕的城市 像是上海广州去 而且香港每年来台旅游人数很多 可能是因为这样都被台湾人污染了 我讲这个话之后开始有这个 新一波的退战人潮 现在他的退战已经跌破了大概210万 对不对 后来他在8天以后就改口了 说香港人口700万 然后不要再搞成64了 一次64就让中国倒退20年 如果再重演一次过去30年的经济成长 会全部毁掉 这个就典型的柯文哲 在他的眼里面只有钱 只有权 他对于人权 他对于民主 对于自由这些非常重要的 基本的普世价值 他没有多字一词 从刚刚到现在 他说中国这个 因为香港这个反送中的事件 香港人呢 现在大街都在抗议 就是因为太多人来台湾 所以就被污染了 这话什么意思 这话是在指控说 台湾的这些太过民主化 是不好的吗 所以一个这样子的台北市长 首都市长 然后主党要做这个所谓的台湾民众党 居然价值是这样子的一种威权体制 他基本上是认同国民党的一些思维嘛 老实说我看到现在今天的香港 我心里真的觉得很痛 是说三十年前四十年前 不就是台湾人民被中国共产党 这样子打压的吗 政报部队不就是这样开过去打的吗 然后全部被军阀审判 唯一死刑吗 今天的香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讲的是国民党 类似中国共产党 就是国民党在台湾的作为 就是我们现在在香港看到的 林郑月娥所代表的中国势力 对于他们香港人民的打压吗 深圳距离香港十分钟 那这么多的政报的这些 说军队也好 或者是说这些警车 这些军事的设备开到深圳是什么意思 在那里演习是什么意思 柯文哲至今没有多字一词 这件事情从6月9号 第一时间发生了 我还记得当时在这个 我们台北 这个信义路的 那个中人路的地方 香港的办事处 这么多学生在那里 柯文哲去被呛瞎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表态 韩国也是不知道啊 不晓得啊 所以我就要说嘛 一个这样子没有价值思考 这么投机的人 说今天要带领台湾 走出一条路 台湾人民放心放得下去吗 这样的投机做法 香港刚好是一面照妖镜 照出了在今天 一个没有政治价值 没有人权概念的政客 那就叫柯P啊 好 这个香港的问题的发展呢 它当然会影响台湾的 总统选举 甚至于 孔杰荣先生 哈佛大学的教授 马英九的老师 他都说 香港局势的发展 对现任的 台湾的蔡英文总统 是有利的 不过不管怎样 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对于香港的情势的发展 应该有一些因应的措施 其中还包括了 要不要帮助香港人之外 我们在台湾的人民 在香港也有很多 那怎么样帮助他们在一团混乱或者是在威胁生命财产的情况之下 能够撤离这些种种陆委会或者是政府应该有所准备 可是现在大家所关注的是所谓的立法院的难民法到底目前的发展是如何 难民法的这个困难点在于说它的定义尤其是中国跟香港的难民 那国籍法难民法绑在一起 我们的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 难民需要先放弃原国籍 所以这个难民法没有办法成立吗 最近的难民法的讨论 发展的方向到底如何 我们能不能够及时帮助香港寻求自由的香港人 他们脱离困境呢 难民法确实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法案 他确实是国际上面在处理这些难民 或者政治庇护者的这个重要的法案 那当然他是最根本的 那现阶段是已经 我认为在香港是濱临城下 很多年轻人乃至于铜锣湾书店的老板 这个林荣基先生 林荣基先生现在好像有一点 比护困难的问题吗 他的情况是说 因为我们目前的港澳条例 使用一般的规范是说 他来可能要配偶 衣卿有一些工作签证等等 他会有一般性的这个问题 那现阶段 因为港澳条例 其实留下了一个特别条款 这个在港澳条例的十八条 他说如果香港因为政治因素发生 有自由安全紧急危害的时候 我国政府可以提供必要协助 换句话说 这些过去的这个港澳条例 已经给香港的一些优待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遇到的是 有点像是紧急危难 香港遇到了可能被镇压 血腥镇压的大批的人 那这些人我们可能给予一些人道的救援 因为我们毕竟在语言上面 可能比较互通 所以我们在民主国家的一个立场 一个文明的立场 是在人权上面 如何去维护他们 那民法如果要再说下个会期通过 乃至于说下个会期还没通过 拖到什么时候 我们有点缓不济及 当然他可能最终 还是需要去通过这个立法 但现阶段可以去帮忙香港的港澳条例的十八条 这个特别紧急的危难 可以去救援他们 那现在我认为蔡总统也好 或者是外交部也有说话 陆委会有说话 态度正是正面 我们可以肯定 但是还是要更更具体一点 是说现阶段的这些 目前的港澳条例 旧的这个规定 可能没办法去应付 未来发生的这个大规模的难民 或者寻求政治庇护的人 所以港澳条例十八条的规定 这个紧急危害发生的时候 如何给予他的必要协助 这个其实有立法的授权 现阶段已经有法律依据 可以去做处理 但是问题是如果人潮一旦多 如果有紧急发生的 临时的这个危机的时候 怎么处理呢 林荣基他讲的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他说如果香港人没有公开管道跟资讯 了解彼户程序 他们那寻求彼户容易遭骗 对不对 官方的资讯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那我们的政府或是立法当局 可以继续的做哪些公开透明 又能够有效的方法呢 其实立法院之前就有个决议 有三点 除了声援反送中之外 其实有谈到一点就是 陆委会这边要根据刚才讲的 十八条这种东西来处理 其实他那个弹性是蛮大的 要处理两块 第一个是现在在台湾的香港学生 他有些其实在台湾蛮多反送中的活动 担心他回去以后会不会被清算的问题 第二个因为他们申请来台湾 其实会有所谓犯罪记录的问题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他的所谓犯罪记录 搞不好是因为参加游行活动 被警察逮捕或怎样的 那这个认定上面也要开始要仔细的看 而不是说他有犯罪记录就不让他来 我想这一块 那第三个可能就刚才林荣基讲的 就是说那些有一些现在已经遇到状况了 我知道其实是有民间的团体现在在处理 比如说他们有些大学生 是不是要转学来台湾念书 因为港生在台湾念书是蛮多的 如果他们参加游行一些 遇到一些未来在那边可能清算 那是不是要转学过来 那其实有蛮多香港高中生 要申请台湾的大学 这个其实是从就学就可以处理 那另外就是社会人事这一块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港澳条例里面 给陆委会授权 我是要提示蛮多民间团体在处理 所以林荣基关心这问题是担心说 那会不会很多组织在做 那最后哪一个能成 因为过去把六四天安门 像这个王丹他们救出来 其实是香港有一些组织在发挥功能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在做 可是我觉得官方可以更积极一点 但陆委会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吗 还是我们必须有另外一个平台 因为港澳条例是陆委会这边在主导的 但是难民法本身并不是 立法院还要在修法通过 所以现在 这是难民法是立法还是修法 立法立法立法 立一个新的法 立一个新的法 这个法因为一支有提案 但是还没有三读 还没有真的正式到二读会 那所以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说 如果是个案型的处理 那还有空间 那如果你大大规模的 像这个林荣基他担心的是说 如果有很多人大规模想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间发生 那就会衍生有可能有些诈骗的集团 也可能趁这个机会 中国也可能趁这个机会 在这个地方上下起手 对没有错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台湾当然是一个 一个可以接纳他们的地方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法治 要去处理的部分 当然我们希望说九月份开议之后 这个赖民法可以比较尽速的去讨论 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发生 可是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大规模武力 镇压的时候 那时候 那个时候当然全球都会 全球都会开放的 那在这个里面蓝营的政党的态度 是如何呢 不会啦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来做思考 当然我们希望 那做好准备啊 国民党的问题啦 就是到时事情发生再说 本来就是啊 你这个是假设性的问题啊 国民党要划除 你们对香港问题的这个疑虑 就应该自己成立一个 什么紧急救难小组啊 你看到连执政当局的民进党 都说得模拟两可了 然后每次执政当局 没有办法执政 然后问在野党 在野党你要怎么做 执政当局是有依据 现在已经有提出路 会有提案的屏幕 我是建议国民党 态度积极一点啊 一样的道理嘛 这个部分就是依法行政嘛 香港有调庭领啊 你知道吗 香港是一个反共机兵 是以前国民党的最大的一个 我们很想要立场 我们还是希望